大家好,这里是Amy 今天我要带大家参观杜克花园,就在我的身后 大家都知道杜克大学是一个美国的私立大学 所以他们有很多钱很多钱 我现在穿的衣服是我的母校UNC 就是北卡罗莱纳州立教堂山分校 我们学校是公立学校,所以我们学校没有像他们学校这么土豪 有一个这么大的专门的一个花园 我们今天要去看一看他们的花园到底有多奢华 我出发吧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水 这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大的 他们特别喜欢游客在这里 有的时候会给他们喂一些面包蟹啊 哦,里面还有人丢了硬币 可能有人在这里许愿吧 你看那边有好多游客 黄色的,红色的,还有那个黑的 好,我现在就是身处一个巨大的花园 感觉自己像是蜜蜂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些白色和土色的郁金香 郁金香是春天这个季节四五月份 都客非常流行的一种花 但是他们每个季节都会换 秋天会换成菊花 冬天还会有梅花,特别土豪,每个季节都会换 然后我们来走到这边过来看一下 哇塞,这里有很大红色的花,我最喜欢的 这种不知名的,我觉得特别漂亮 导演应该给的镜头 这个长得有点像那个鹰素花这一朵 有没有 这种鲜艳的郁金香 我觉得是刷刷看过去特别奇妙 接下来我们来往上面那边走 看看去 这个花园还有几层,我们来看看第二层 第二层有这种奇形怪状的这种 这种长得像灯笼一样的小花,特别可爱 然后这个,哇,这好像是菜花耶 是我们国内那种菜花 不过是紫色的,但是有一点不同 这一房有很多这种白色的,白色的花 还有这种粉色的大的有点像芙蓉花的那个样子 它都特别的丰满,香香的 隔着,希望你们隔着屏幕都要闻到香味哦 这里有金黄色的郁金香 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郁金香,应该就是这种黄色的 比较多,送花的时候可以送给老师啊,或者送给妈妈啊,都可以 这里花粉其实很重的,然后这个季节呢,是花粉流行的季节 在你的车上啊,还有你出门的时候都会吸到里面去 如果对花粉过敏的话,要做一些防过敏的措施,保护好自己 这上面这种粉嫩粉嫩的小花,特别适合少女们看 这少女心疼伴,这里还有一些紫色的 这种白色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走到第二个水池,这边来了 现在在这里乘凉休息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花园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个花园呢,好像是一个人她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 所以叫Sara的母亲给她修了这样一个花园 所以感觉听起来是一个孝子的故事 在那边有一个亭子,也算是一个纪念亭 因为那里地上有一块碑写了她的母亲的名字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到了这个亭子啊 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说的那块印上的墓碑 Therapie du Gardens in memory of her mother 是用来纪念她的母亲的 我们往那边去看 还有这个花园特别的大 有几个不同的 section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它的一个 main section 也就是最主要的部分 主要是西方的元素可能多一些 它还有一个亚洲 section 那边会有一些什么小桥流水那种风格的 OK,现在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大湖边 那里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小桥 这边是我刚刚说的Asian section 亚洲的花园部分 我们等一下要去桥上看看 跟我走吧 现在来到了这个水旁边有好多鸭子 你看,我们要慢慢地走下去 它好像害怕 抓一只 那里有一只鸭子在睡觉 Hello 路上遇到了一个跟牡丹花极其像的花 来给个镜头 我需要有人帮我看一下 这是不是牡丹花 告诉我 看了视频之后给我们留言 耶,我们终于到这个桥了 现在我们来走 Derry,Derry,Derry 这里风景特别的好 旁边那里有一建竹林 好了,我们终于走到了Garden的尽头 然后我们最开始观赏的是 有欧美风格的 带有郁金香和一些奇异花朵 然后这边刚才看到那座红桥的地方 是Asian section 也就是亚洲风格的花园 这期节目快要结束了 我希望喜欢的朋友可以给我们thumbs up 然后主播要向大家提一个小问题 前面郁金香它有很多种颜色嘛 总共有几种颜色 你们有数吗 如果答对了这个问题的话 会有主播奖励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